今晚在九龍城找宵夜熱點 找找找就來了這裏 熟悉的路哥 昏暗的燈光 陳年的擺設 自自然而你想放下電話 和朋友吹水聚焦 連綠寶橙汁都找得到 原來是店主搜羅回來的泰國版 這裏開到凌晨2點 叫過火焰雞鍋 夠看頭又可以慢慢玩 吃完雞煎後 雞汁開始變得好結 這時候可以額外加錢 玩炒黑白葉 鵝腸 老大腸 還可以炒點心 有特色蝦米腸和秘製醬汁澎酒 雞汁一滴都不要浪費 女朋友想吃清淡的打火鍋 這裏有東蒲美人鍋 大冬瓜上有酒地雞 下有桃膠、花膠和松草花等 配得起這個湯的 可以選擇日本飛駝牛 做刺身又可以,又可以打火鍋 不吃牛的有時令活魚刺身 好像有鴨魚 而今日有漿紅魚 用這個湯底綠甜品 也可以 糖不脫,由硬到軟 只要一分鐘 再灑上花生碎 又甜又煙韌 如果想要重口味湯底 這個海鮮鍋就用了秘製酸辣湯 泰式海鮮醬、薑和香茅 牛煮三個鐘以上 舊酸辣氣也不會過難 綠餃子也不怕太濃 我還試了欽春版燒賣 要終極懷舊感邪惡 這裏還有很難找得到的 順德名菜懷舊金錢雞 肥豬肉、叉燒和雞腥這個組合 簡直就是此刻留香 要脆口的小食 就有新鮮蝦膠洋入麵包再香炸的蝦多士 炸魚皮也可以吃得刁鑽過癮 這裏給紙袋你自己懂 有六款味粉 其中蜜糖和番茄就最特別 配啤酒就最無敵了 pirates 炸魚皮 有紅茶 抹茶 有紅茶 問醜